中三华文碧,单元六,唯一的听众 父亲和妹妹常说我在音乐方面简直是个白痴 因此我不敢在家里练琴 每次都跑到我家后面的树林里练习 一天早晨,我又来到树林练琴 突然,我感觉到背后有人转身一看 原来是一位瘦小的老妇人 她坐在长椅上望着我 她一定觉得这么难听的琴声破坏了树林中的宁静 我不好意思地对她笑了笑,准备溜走 她却叫住我,说是我打扰了你吗 我每天早晨都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猜你一定拉得非常好 只可惜我的耳朵聋了 如果不介意我在场的话,请继续吧 她竟然夸我了 接下来的每天清晨,我都到树林去练琴 面对这位唯一的听众 每当我练琴时,老妇人都面带微笑望着我 手指好像在打着拍子 练完后,她总是说,真不错 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 谢谢你 很快我就发觉自己变了 我开始勤奋练琴 有时也会在家里练 有一天,妹妹听到我的琴声大吃一惊 她追问我得到了哪位名师的指点 我告诉她,是一位老太太 就住在十二号楼,非常瘦,满头白发 不过,她是一个笼子 笼子,妹妹惊叫起来 她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 原来,老妇人一直都在用她自己的方式鼓励我 让我不断努力 这种没有说出口的善意 一直让我感动不已